最近爆紅的美國旅遊網紅 在社群平台擁有百萬的粉絲 每到一個國家都引起粉絲的暴動 而最近來到了台灣旅遊 下午也跟粉絲相約在 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見面 也吸引將近千人到場 台式新聞 No.1 KUDASAI 台灣 拿著標配自拍棒 露出笑容不實俏皮吐舌 舉手投足朝西京 被粉絲圍成一大圈 一起大喊 真的讚讚讚 他就是社群平台 擁有百萬粉絲 網紅苦達賽獎 風靡全球 這回來到台灣 換上客家花布裝 路徑隨俗 和粉絲相約自由廣場 信近千人朝聖搶拍 我非常感謝大家 為我支持 我只要在一周 但我認為現在已經兩至三個月了 說我們很愛他 感謝他一直散播正能量給大家 自備追星首版 一讀偶像風采 台灣粉絲樂翻了 就是因為在日本拍的這部短影音 大爆紅 IG超過一千三百萬次點閱 而這股旋風吹進台灣 甚至在台灣期間遇到康瑞颱風來襲 上街淋雨拍攝 呼籲粉絲注意安全掀起話題 網紅本名叫做 來自美國是為跨性別者自信 笑容正能量 以及口頭禪 成為他的流量密碼 所到之處 粉絲追隨 這回在台灣大秀中文 介紹美食旅遊 同時也讓世界更多人看見台灣 謝謝楊宗彥 黃聖全 台北報導